北京千人出洞强拆四合院遭殃的不再是低端人口, 美国打折网新年购物神价直播 Samuel Villainly, CL-Ictuvial Original 北京怀柔的水长城四合院遭当局强拆, 推土机把民居已为平地。 承宏独家提供拍摄日期不强, 北京怀柔一个四合院遭到强拆。 当局以建筑物为规为由, 出动过千人采取行动, 而且没有出示法院批准强拆的文件, 又以类似软禁的手段强迫居民无条件搬走, 不求把四合院移为平地。 有业主谴责当局为了完成政治任务, 不择手段。 被拆迁的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位于淮柔区居民自行搬离的期限。 周一届满。 除了少数住户, 大部分业主已离开。 包括经济学者盛宏。 他周二向本台表示, 估计四合院很快会被一位平地。 盛宏, 确实他在逐步地拆, 已经拆了好几处了, 大规模的拆可能就在这两天。 拆迁人员晚上在那儿又是喊口号什么的, 提醒居民你这地方已被包围, 你已经失去自由了。 我们基本上是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他营造的恐怖气氛是让人不能长期在那儿住。 我叫离开我不叫搬走, 但我离开我知道一点, 我可能回不去了。 上周二凌晨, 大批墙拆人员突然到场, 没有事先出示法院批文, 就已推土机拆除四合院其中一道墙壁。 据了解, 过程中当局使用了催泪弹。 当晚有居民被打致重伤。 其后数天, 每家每户都有人守着门口, 又用铁蓝围堵, 禁止居民外出, 逼迫居民签署自愿无条件搬走的协议书。 圣洪, 南墙被拆开二十多米那么宽的一个口子。 据说当局出动了2700人。 穿着黑衣服的人就这样冲进来了, 特别恐怖。 拿着盾牌拿着棒就这样冲进来, 实际上等于是一触即溃。 居民发的微博显示当局施放了催泪弹,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被打伤了, 排到医院去了。 圣洪说, 当局的行动无理和不择手段。 圣洪, 我并不是违法人员, 我是违法的受害人。 如果真是违法建筑, 那是建造者和出售者的错误, 不是我的错误。 我买了一辆被偷的车, 买的时候不知道被偷来的。 原来的车主找来了, 他不能直接把我买这辆车给拿走, 他只能去找卖给我的那个人。 你在不赔偿我之前, 你是不能拆我的, 房子, 的呀。 淮柔区九渡河镇政府今年3月向居民发出建筑物违规则令拆除通知, 其后居民提出行政诉讼, 但一直没有开庭处理。 强差人员上周二晚上在四合院现场贴出告示, 说法院已裁定, 接纳政府单方面的轻差申请, 并下令居民本周一之前要搬走。 以保护生态为由不顾城, 旭强制拆除成虹, 他有几个疾口, 第一是所谓的保护耕地, 还有另一个理由, 是所谓的整治维建别墅运动, 是去年开始的, 打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旗号, 变成了他们的一个政治任务。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上周发布信息, 说中国长期在行政墙拆方面, 存在违法行为, 强调行政机关和法院, 都必须依法处理涉及房屋倾差的案件, 但言由在耳, 首都就发生四合院遭墙拆事件。 律师张东硕表示, 中国的行政强制法列明, 政府执行墙拆期间, 居民的财产权和居住权均受法律暴障, 明文规定不能深夜行动。 张东硕, 即使这个房屋被认定为违建, 也需要经过法定程序才可以, 比如要用合法的, 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手段来拆除。 我认为政府在强拆的过程, 有一些涉嫌违法的情况。 他说, 虽然根据法律, 政府有权以公共利益的紧急情况为由提早强拆。 但有一个大前提, 张东硕, 确实国家机关有权力强制征收, 包括拆除居民的房屋, 但是也有法律规定, 要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譬如提前告知的程序, 向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取得法院准许之后才能去拆, 而不是随意的强拆。 有分析认为, 中央近年推动整治生态环境, 以强硬极端手段清除北京市交一些有爱景观的房产项目, 显示当局的。